安東彌勒山 冰凱老人紀念館 今天舉行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第六屆常務理事會會議 請會晤諮詢會議 由一貫道總會裡預祝父前人主持 並代表全體裡監視 向安東彌勒山所有老前人們上香致意 祈求這次的會議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安東到場謝德翔前人 也感謝總會能在安東彌勒山召開禮監視會 讓全體候選有學習了驗的機會 本次一貫道總會常務理事會會議及諮詢會議 主要討論的還是在老水環巢這個重大議題上面 理事長裡預祝父前人表示 一貫道總會自1991年開始 就以文化交流以及震災等等名義 與大陸進行實質的交往 直到目前為止 總會已經和對岸的主管單位 進行了35項重大的交流 一貫道總會 於今年5月31日 並接受海協會的邀請 參加上海世博會 由榮譽理事長韓老典傳師 率領稻清代表200余人參加 由於海協會可以說是代表大陸的官方代表 海協會這次邀請一貫道總會參加世博會 可以說是為老水環巢踏出重大的一步 但是所有參與會議的點傳師以及前人輩們都表示 老水環巢是我們一貫道地址非常神聖 而且巨大的一個任務 大家更應該再接再厲 團結一致 共同解決 推動老水環巢所需要龐大的 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的需求 務必讓我們這一代的一貫道地址 能夠將老水環巢這個使命順利圓滿達成 本次常務理監事會 也由南非一貫道總會 林理事長以及鄧秘書長帶來好消息 一貫道南非總會 將於2011年9月份的第二個禮拜天 在南非進行成立大會 一貫道南非總會 已經註冊成為南非合法的一貫道基金會 總會的會指目前設於南非的大祖佛堂 常務理監事會 其諮詢會議結束之後 立刻隨即召開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第六屆 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首先由安東到場 謝德祥前人 向與會的全體理監事代表 介紹安東米樂山 冰凱老前人紀念館 整個興建的一個過程 李監事們都對紀念館的文物陳設 深表讚喜 李市長李副前人 更代表全體李監事 預祝安東米樂山十年大建設 在謝田門的領導之下 能夠順利圓滿完成 隨即展開了總會工作報告 由秘書長蕭嘉正點傳師主持 這次所報告以及提案的內容分為 菲律賓一貫道總會成立的事項 八八水災 台南市安南區連田裡千春重建 由一貫道總會負責 今年中秋 將舉辦師母乘道三十五週年 追思感恩活動 以及將在明年配合政府 舉行建國百年的慶祝活動 不過所有李監事們 還是對於老水環巢的工作 深表關切 紛紛發表熱烈花言 大家提出不同角度的觀點以及方式 希望能夠協助總會 在推動兩岸老水環巢的工作 一貫道總會 歷經三任理事長 六次會員代表大會 目前所有的李監事 都是由各主線青壯一代的 領導前輩所組成 老水環巢 必將在大家的努力與合作之下 順利圓滿達成 安東明樂山新聞網 在冰凱老人紀念館的報導 在冰凱老人紀念館的報導 中間